大家好!我是阿維,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年也開始人起來了喔! 所以就想跟各位觀眾一起聊聊天,曲曲短! 那本次的主題是什麼呢? 是教學喔!沒錯!各位也是! 大家很久沒看到的教學喔! 但這次不是要教APIS 而是要教你如何重新獲得對於機制遊戲的快樂! 近幾天吧!我記得APIS的影片中 走出來看到這樣的留言 我覺得APIS Mewitch好玩 感覺玩來玩去都一樣喔 膩了!還有作業感! 每次對象都沒贏喔!成就感很少! 外觀好多伺服器好爛!單排玩家體驗真招喔! 怎麼列都贏不了別人!真難玩! 隊友好爛!敵人都好強喔!等等等等的 其實也不賊APIS啊!很多競技遊戲其實都這樣 到最後可能就是慢慢推坑或是邊抱怨邊玩喔! 只能說我能感受到許多玩家對於遊戲失去的熱情 那其實競技遊戲一直都有日漸萎靡的狀況 相信你可以從我的舊片去了解一下 但此部影片就是來幫助各位重拾禁忌遊戲的快樂 在十九季的技術雜誌中喔! 我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心態的改變 不過因為篇幅與主題的關係喔!就講得不多! 後來吧!我決定直接另外做一部影片與大家聊聊 畢竟不管是APIS還是特戰 大家總是要玩得開心我才有人看才會有流量嘛! 我自己當APIS創作者已經快要四年喔! 最常被問的問題就是 欸都好不膩喔!你都不會覺得越來越無聊了嗎? 那我的答案其實是並不會! 我一直都玩得很開心喔!不管是特戰 APIS還是各種競技遊戲 而現在我想將我開心的秘訣傳送給各位 讓你們也可以重拾遊戲的快樂! OK!那在開始傳授之前喔!老規矩、主觀想法 每一個人對於快樂的感覺不同喔!認知也不同! 那我的方法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但你可以再減聽! 首先第一個方法降低好勝心、學習放下 尤其是積分排位的部分 這點非常重要!不管是高端、中低端 我看過太多人都被積分綁住 積分照理來說應該要是競技遊戲的精髓喔! 至少在PC遊戲的黃金年代是這樣的 小時候我們打囉!真的是每一屆都打得很緊張! 就算只是贏三、上贏一也非常有成就感! 不用跟別人比較自己是可以快樂一整天的! 但隨著遊玩時間增長,我發現大部分玩家都會陷入一種慢性中毒的感覺 不管是我自己還是身邊的朋友 我觀察過沒幾個是能逃得過的! 要就永遠都想打回去原本的排位 要就是永遠都想贏別人! 從本來的新鮮感、挑戰感、成就感 最後慢慢成為一種坐牢! 好!打積分就算作業員而不是玩家 APEX的群體我就看到蠻多的 大家都知道APEX每個賽季強度都不太一樣 打個比方,有的玩家可能上過12季大師喔! 但13季突然改超難,他回不去無法適應 心態爆炸就退坑! 那有的玩家就像晉級的巨人一樣 成天都在比較,想贏身邊的朋友、想贏網友 沒比較對象的時候還會上射擊跟別人嘴炮 一定要有秀姬的排位! 只能說這樣太累了喔!大家試問一下自己 現在2023塊24了,真的有必要嗎? 積分我認為他就是給玩家體驗一個更緊湊的場次 以及驗證實力的模式喔! 但後來大家越打越歪喔! 待打開掛這些不說! 光正常玩家也很常把自己關在牢籠裡喔! 不是說不能打,是真的沒必要看那麼重喔! 也不要三不五時想跟別人比喔! 如果你是有以上症狀的朋友 真心建議你放下一陣子 你會找回那種快樂的感覺 目前十九季的我就是這樣 漸漸放下去享受競技帶的快樂 而不是讓牌位全住你 最後講句真實的啊! 你如果不是當選手或靠我去示範 就算福能、鼎列、冠軍、精英也不是那麼重要 這個加上這個,能不能站著把錢賬了 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體驗到趴分的快樂 如果有就算只有金牌你也是贏 好,那第一個方法是屬於心態上的調整 相信大家也聽過不少老生常談 接著第二個,找到屬於自己的歸屬 這很重要 有些玩家其實覺得遊戲無趣 倒也不是排位或是遊戲問題 更多的是覺得寂寞 無歸屬感,沒人能分享自己的戰果 人就群體動物了 經濟遊戲真的是一起玩的快樂非常多 我記得這陣子把APX擺了一個文章 他說到一個重點 其實積分賽制、掛B、伺服器 可能都還不是退坑的理由 最重要的是身邊的朋友陸陸續續沒了 你玩起來再也沒有那種感覺 我記得打特戰 堅決不單排,不可能太苦人 先不要說隊友強度怎樣 是真的無趣 這邊建議你 不管是要爬分、要變強 還是要打休閒 都建議找隊友 心態會舒服很多 但我也知道 找到射的隊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這邊我就一一回答我聽過的困擾 現實的朋友 都沒在玩 自己玩 很寂寞 這邊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認知 包括我自己在內 其實我會陪你玩遊戲的 大部分都是網友 像是巴瑞 XL、AX、玉米都是網友 畢竟大家一開始不認識 沒那麼多問題 目標也很一致 就是一起打遊戲 要找人一定要往網路上找 現實的 加減有就賺到沒有正常 我有射恐不敢跟別人講話 怕會得罪別人 沒自信 別胡爛 這我看不下100次 射恐是需要看病 要有證明的 不敢講話就只是內向而已 找人玩 勇敢點打個字被拒絕就算了 運氣好還可以遇到好隊友 便顧牌 再差也可以有人陪 最簡單的 就是去找別人 真有文章 還有底卡跟大群都蠻多的 如果玩得不順 就說聲謝謝 不好意思 離開就好 網路上也沒人知道你是誰 感覺怎麼找都找不到 適合自己的隊友 強度嘎不上 這邊找隊友就需要一點藝術了 首先 你得先確認你要找哪種隊友 如果是找女生 你就最好自己搶點 講話有某些 那如果是要找休閒的 建議找脾氣好的 話多的 那種會氣氛的 直接掰掰 最後找強度 找爬分的 都建議找根記差不多的 除非你們老熟 假設你如果是 鑽石想上大師 可以找看看 鑽石高軍商的 或是中低軍的大師 以此類推 那主要是要看他們擅長玩什麼 像我自己擅長輔助角 我就找一號位 找守衛 就找個會玩決鬥者的 等等的 反正找互補 不適合就換 記得要禮貌 就這樣 其實喔 我覺得如果每位玩家 都能找到自己的歸屬 我相信會更開心 體驗過那種重熱熱的感覺 都會回不去喔 我的直播精華也都是這樣 一起玩 一起進步 一起打屁 你會發現原來競技遊戲 這麼快樂 第三個方法 我覺得 遠遠比以上兩個更重要 也是很多休閒玩家 會忽略點 就是 設定目標與學習 簡單來說 經濟遊戲的快樂 來源於他人的失敗 也就是 你得贏才會開心 所以在 有輸有餘的狀況下 你想要不勞而獲得 讓別人輸 不太實際 所以這方法的第一個要訣 就是設定一個 自己能達成的目標 蠻多玩家 會把目標定得太高 導致自己沒做到之後 會非常難受 像是我自己一開始 玩特戰都會覺得 欸我這場只有殺錯過十個就好 打一 piece的話 可能就是 今天玩三個小時 要兩把 打超過一千傷 等等等的 先設定一個 你能達成的目標 不要浩高霧遠 接著第二個要訣就是 有效率的練習與學習 畢竟普通玩家 能玩的時間不多 練習的效率就非常重要了 假設我每天都只有三小時能玩 那我會怎樣分配時間呢 首先 依照你的目標 去找教學片看 十到十五分鐘左右 這邊跟大家講 打競技遊戲 看教學片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觀念與技巧 就變瞎雞巴打三百小時 你都不會知道 譬如特戰的單香煙 Light Up 四角叉 Apex的生法應用 R6的技能放置等等的 那看完影片之後 我會再開個練習模式 打一下把 或是用一下剛剛學到的技能 接著就可以開打了 這個方法 四個一個半月 相信你很快就會有 基礎的實力 與些許的成就感 講現實點 基礎遊戲的快樂 不是說你的排位真的要多高 還是要打得多厲害 但連基本的疏雲與表現都不在乎的時候 要多快樂我是不太信的 如果我今天開特戰 Apex就會上去送頭 然後給你的路人隊友痛苦 那我寧可去幹點別的事情 第四個方法 注意身體與電腦的狀態 剛剛講的三個方法 都是針對你的心態阿 你的想法 但其實物理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而物理層面也是常常 最容易被忽視的 像以身體來說 我很常打文檔到深夜 直接沒睡飽就起來開台繼續打 這樣的下場就是打的巨蛋 然後也不是很爽 畢竟技技類的遊戲都 非常的需要精神 如果你今天睡不飽 身體不舒服 或是已經愛綑的時候 建議不要打太多場 越打會越影響心情 打太差很容易會EMO 而且年紀越大 這些問題會更加嚴重 睡飽吃飽 你會發現你的狀態 會比原本好很多 除了身體外 電腦配備也是巨他媽重要 這個我講很多次了 很多玩家都覺得 欸幹我沒練習很久 影片都有看 我怎麼都沒進步 很簡單就是配備太爛了 我自己最近換了i9處理器阿 不要說變多強 至少炮槍機率少很多 那配備之中 除了顯卡 處理器那些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螢幕 我到現在還看很多人 玩競技遊戲 還在用60幀的螢幕 根本都2023年的 買一個144的螢幕 真的可以讓你的遊戲 體驗飆升 講一個比喻阿 60的螢幕下 敵人只有6個神位 而144可以有14個 這樣命中率當然有差 這邊加碼跟各位說一個現實的 我覺得現在的 競技遊戲跟以前 並不一樣 以前那都是60幀的螢幕 然後FPS差不多在那邊打 但現在基本上就是配備競賽 無限滑鼠 高刷新螢幕等等等等的 配備好你才能玩得好 你才會快樂 死守著這台低FPS的電腦 真的會很苦 如果有必要 我建議先存點錢 換一些基本配備 再繼續玩 最後除了配備外 玩FPS時 如果伺服器插狂爆Ping 也建議買一個ACLEG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玩免費遊戲幹嘛 還要額外花錢 我也是覺得這樣蠻奇怪的 但今天如果都花時間玩 我會想要這幾個小時 我是有遊戲體驗的 不然我會選擇不玩 ACLEG我們也介紹過 非常多次老爸爸了 他能讓你在遊玩亞洲三浮石 保持低Ping 連外浮石可以保持Ping 穩定不會讓他跳動 現在購買兩個月 還送一個月 如果是購買一年的話 除了本身的折扣外 還加送三個月 講真的 你買一次就差不多 搞不好 APEX也沒辦法活那麼久 但至少ACLEG 能確保你接下來的遊玩體驗 是快樂的 而且他本身支援多款遊戲 除了APEXY 特戰 ROAD 都是能用的 絕對不虧 配備與身體的狀況 真的不要去忽視 硬玩不會有好結果 只會加速消耗你對遊戲的好感 與身體的健康 OK 那以上四個方法 我相信大家已經多多少少都有聽過 甚至有些我以前的影片都有透露過 但最後兩個方法 是我最近自己才領悟到的 而且相當簡單 第五個方法 找尋替換的遊戲 這邊的遊戲 則是單機類的 不是競技遊戲 我基本上是有在玩APEX 死特戰 Overwatch R6 經濟類的幾乎都有摸過 但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會碰到這種狀況是 欸 你今天打A 有點膩 跑去打瓦 又被一發 最後就什麼遊戲都不想開 畢竟一開就要輸贏 人再怎麼會調節心態 也是會膩跟不爽 所以我發現 玩經濟遊戲的同時 加上單機大作會非常舒服 像我自己 APEXY 特戰打不舒服 就會跑去玩2077 艾爾登法環 甚至洛克人十一 遊戲是這樣 單機玩久了 電腦虐膩了 你就會想念與真人禁忌的時光 禁忌玩久了 你就會想去單機探索劇情與虐電腦 而不是鎖在幾張幹毒跟真人打槍 最好的辦法就是配著玩 相信我 這方法可以大幅提高你的快樂之處 而最後 第六個方法是 讚美自己 你們現在在想幹 你看這麼久 這什麼狗屎方法 但抱歉了各位 這招真的有用 這也是為什麼我可以長時間玩APEX不膩的原因 因為我沉浸在遊戲中 而且我肯定自己 很多玩家真的很嚴格 打個遊戲好像在搞什麼考核一樣 認為每一個操作都是應該的 沒達到我就壓力自己或氣氛別人 天啊 又不是選手領錢打遊戲哪有應該的 每一個漂亮的操作都是你努力來的 像我自己每次秀了一波之後 都直接先吹一下 尤其是最近換新電腦 都邊鎖爛邊讚嘆 極度快樂 有時候不只自己 連隊友的操作都一起吹 哇操哇操 這個雷牛逼 這個雷 這邊那邊 倒三 天啊 哇 哇我這超小 噢 他平時破槍這個啊 超差的 這一個這一個這一個 噢 不要搶防守 好噁心啊 我操 為什麼我會特別說這點 因為我發現台灣玩家普遍都太自卑了 台灣玩家的快樂 竟然來源於別人的肯定 而不是自己對自己的認同 從FB大群那些裝菜仔的精華標題 是給略之一二啊 所有精彩操作都值得你開心與快樂 畢竟 這不就是你開啟雞雞遊戲的原因嗎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都結束了 為什麼會特別寫這部 跟APEX沒差關係的雜談呢 因為最近這 太多觀眾都在抱怨 以前我們一起討論戰術啊 角色槍枝 但現在開台 聊天室關抱怨的話 就充滿了八成 除了我受不了之外 也蠻擔心大家的心情狀況啦 其實不只APEX 很多遊戲都開始有這種感覺 玩家的抱怨多於快樂 所以除了痛苦就別玩這種老方法外 我希望我分享的這六個方法 可以幫助到大家 老話一句喔 各位玩的爽我才有流量 以上的方法其實不需要全做 自己挑技覺得可行的就好 我是阿維 感謝你們的觀看 希望大家都能在競技遊戲中找到快樂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